最早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5月23日哈佛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時 支持巴勒斯坦抗議聲又一次響起 一群畢業生高叫解放 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走出會場 此前數個星期 親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短暫平息後 理解該校學生與校方的最新對抗 前一日哈佛大學官員宣布 該校13名參加親巴抗議活動的學生 不得與他們同學一起接受畢業證書 引發了許多學生的強烈不滿 在5月23日的畢業典禮上 有些學生高叫著讓他們上台 就提要求校方允許這13名學生 和其他畢業生一起登台領取畢業證書 哈佛大學本科生代表 庫瑪爾提到被禁止畢業的學生時說 這個學期 我們的言論自由和團結表達 受到了懲罰 這個令我們能否畢業變得不確定 據庫瑪爾介紹 已經有超過1500名學生對校方的制裁發出請願 近500名教職員為此發聲 他說這件事關公民權利和維護民主原則 學生們發聲 教師們也發聲 哈佛尼聽道馬 他的發言贏得了畢業生長時間的歡呼和掌聲 當日畢業典禮的演講嘉賓 雷薩也提到了學生抗議活動 他是指審記者諾貝爾和平得獎 也是言論自由的長期捍衛者 雷薩說哈佛尼正在接受考驗 他強調校園抗議活動正在考驗美國的每一個人 抗議發出聲音 他們不應該被壓制 庫瑪爾在授予本科學位前離開畢業典禮 他說 他這樣做是為了支持那些被拒絕授予學位的學生抗議者 在他的帶領下 學生們陸續離開會場 他們舉著標語 呼叫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 5月22日 哈佛大學管理委員會拒絕教職員提出的 他們讓過13名學生和同學一起畢業的建議 此舉被哈佛校報批評前所未有 隨著畢業季來到 美國多間大學結束了持續數星期的 校園親巴抗議活動 至4月以來 全美大學已經有數千人被捕 因為他們反對以色列政府大規模 屠殺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 要求以色列軍隊是架殺停火 5月23日 聯邦司法部提起訴訟 指控票務公司Ticketmaster的母公司Live Nation 涉嫌違反聯邦反壟斷法和多項不當行為 尋求策分Live Nation 司法部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並得到全美29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總檢察長的支持 起訴書指控Live Nation的壟斷行為 損害整個現場娛樂產業 受影響的人包括藝人、粉絲、長空 和試圖進入該行業的新創公司 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德當日發布的新聞稿指出 Live Nation依靠非法反競爭行為對美國現場活動行業 實施壟斷控制損害了粉絲、藝人、小型推廣商 和場館、運營商的利益 結果是粉絲給多了更多費用 藝術家舉辦音樂會的機會就少了 現在是拆分Live Nation的時候 司法部指控Live Nation和多間場館簽署長期排他協議 阻止他們尋找其他管理公司和票務平台 Live Nation發表聲明說 司法部指控毫無根據Live Nation和Ticketmaster 面臨來自競爭對手Stuff Hub和Favorite Seat的競爭壓力 關於被受詬病的服務費 Live Nation辨稱這些費用是由場館設定 而且大部分服務費收入歸場館所有 正如部分才歸票務公司 用於支付信用卡費用 Live Nation否認他佔有市場主導地位 正過去十多年裡 Ticketmaster的市場份額一直在下降 他的聲明說司法部訴訟無法解決 粉絲關心的票價、服務費等問題 多年來Ticketmaster一直受到粉絲和藝人的抱怨 特別是在2022年Taylor Swift時代巡迴演唱會 門票發受混亂 人們對Ticketmaster的憤怒達到頂點 為此國會參議院事發委員會 亦對該公司在票務業中的作用舉行停證會 5月23日Tesla執行長馬斯克在巴黎告訴科技投資者 他不支持拜登總統最近宣布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加增關稅的做法 當日馬斯克在Fevertech大會的問答環節中說 Tesla和我都沒有要求徵收這些關稅 事實上當他宣布的時候我很驚訝 拜登政府上星期宣布將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徵收100%的關稅 以阻止廉價的中國電動車湧入美國市場 白宮宣稱北京的補貼正在幫助中國企業過度生產廉價的清潔能源產品 例如太陽能板和電動車這些產品超過國內的需求 顯然拜登加增關稅的做法可能會令美國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Tesla受益 保護它免受中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等競爭對手的衝擊 由於電動車的車型老化 消費者對Tesla汽車的需求減弱 以及全球尤其是在中國的競爭加劇 Tesla今年一直舉報為間 該公司第一季營收下話幅度為2012年以來最大 股價今年已經下跌近30% 5月23日馬斯克說Tesla在沒有關稅優惠支持的情況下 在中國市場競爭得很好 我支持不加關稅 今年1月馬斯克曾經警告 如果沒有貿易限制 中國電動車公司將會 抵押全球其他地方競爭對手 國稅局日前宣布 它決定將免費報稅項目 Free File延長到2029年 並繼續與私營稅務圓結公司合作 讓大多數美國人免費提交聯邦報稅表 國稅局的數據顯示 截至5月11日 Free File本季一共處理了290萬份報稅表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3% 5月22日國稅局立稅人服務部負責人 賀科爾賓發表聲明說 20多年來 Free File一直是國稅局的重要合作夥伴 幫助數千萬立稅人 這次延期將令這種關係延續到未來 科爾賓還說 這項多年協議還將為私營部門合作夥伴提供確定性 幫助他們為Free File制定未來計劃 國稅局透露 今年Free File將會開放到10月15日的聯邦報稅截止一期 如果調整後的總收入不超過7.9萬美元 立稅人就可以使用Free File報2023年的聯邦稅 大約在一個月前 國稅局公布了Direct File視點計劃的數據 該項目為全美12個州的某些立稅人 提供了直接向國稅局免費報稅的選擇 本立稅季全國有14萬多立稅人透過Direct File成功報稅 該項目為申報者截散了大約560萬美元的聯邦報稅準備費用 總統拜登日前宣布 他將取消16多萬名借款人的學生債務貸款 這行新計劃為最新一批借款人豁免77億美元的學貸債務 令拜登政府的學貸減免容額達1670億美元 為及475萬美國人 最新的學貸減免計劃是透過各種收入驅動還款計劃實施 包括新設立的SAFE計劃 新收益的16萬借款人都是SAFE計劃登記再拆的人 包括教師、護士或執法人員等公共服務工作者 或是由IDR計劃修正而獲得救濟的借貸者 聯邦教育部長卡多納發表聲明 拜登學禮政府將繼續努力為全國數百萬人減免學生債款債務 這次宣布的計劃證明這一點 每十個聯邦學貸債款人中就有一個獲得債務減免 這意味著每十個債款人中就有一個現在有財務的投棄空間負擔減輕了 2020年拜登競選總統時曾承諾要免除學生債款債務 去年6月聯邦最高法院否決了他的學貸債務減免計劃之後 他一直在尋找變通的辦法分批減免學貸債務 最近他加緊兌現承諾希望在11月大選投票之前吸引年輕的選民 上個月拜登政府剛剛取消了27萬7千多名學生貸款借款人的債務 受益人包括公共服務工作者參加IDR計劃的人 被學校欺騙的借款人和殘疾人 此外拜登上個月還宣布了一項向2500萬借款人提供救濟的計劃 其中包括參加IDR計劃的人 參加低金融價值教育項目的人 正在經歷經濟困難的人 以及因為未付利息而增加債務的借款人 一份新出爐的報告顯示 2024年美國的轎車、卡車和多功能越野車的車齡創下歷史新高 平均達到12.6歲 人們之所以對舊車念念不捨 主要原因是新車價格越來越貴 最終全美國各車輛登記數據的標準普爾全球移動機構指出 美國機動車的平均年齡較虛廉創下最高紀錄 增長了約2個月 隨著汽車產業開始從新冠疫情引發的零件短缺 困境中復甦 全美平均車齡成長開始放緩 不過根據JDPOWER的數據 上個月美國新車的平均售價超過45000美元 儘管一個價格比2022年12月的風值下跌了2000多美元 但很多人仍然買不起新車 標普全球行動服務售後市場主管Kumpo指出 對很多家庭來說 現在的汽車價格高得令人望而卻步 所以我認為消費者正在被迫延長舊車的使用時間 其他導致人們推遲換新車的因素 包括對選擇電車、電油混合 還是汽油車猶疑不決 Kumpo說很多人擔憂電車充電問題 汽油車性能大大提高 亦讓人難以抉擇 Kumpo指出 美國新車銷售量正在開始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主要影響因素是物價和利率 它預計今年的新車銷售量將達到1600萬架左右 告月去年1560萬架和2022年1390萬架 車輪變長雖然不利於汽車製造商 但對於各地的汽車修理廠來說就是一個好消息 Kumpo說目前美國都路上行駛的車輛大約70%車齡在6年以上 超過汽車製造商的保固期 最近幾年佛羅里達州受到越來越多富豪的侵賴 隨著更多富豪欠居佛州 當地的保姆市場供不應扣 自信保姆的年薪已超過15萬美元 豪宅所有者爭奪保姆的經價戰亦都日益火爆 根據CNBC報告 過去幾年很多富豪從紐約和其他高水州遷往佛州 導致該州尤其是中旅探地區 對家政人員的需求屢創新高 人力至於原機構透露 新獻入富豪對管家、保姆、廚師、司機 和私人保存的需求急劇增加 然而資深保姆欺缺 為富豪們帶來了最大的麻煩 他們豪宅必須經常打訴和清理 但需要和飯店、度假村和企業爭奪清潔人員 一些家事、服務機構揭露 佛州豪宅區保姆的典型新設 已從2020年每小時25美元左右 表現去到現在每小時45或50美元 在中旅灘、邁阿密、紐約等地 從事家政業務的 為寧頓代理公司的創始人 比露比告訴CNBC 我從事家事工作30年 從未經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到了天據的熱潮 尤其是搬到中旅灘和邁阿密 在中旅灘有豪宅經驗工作的保姆 以年薪通常在12萬美元至15萬美元之間 此外還有401K的退休計劃 保險醫療包括加班費在內的其他福利 郭露比說對保姆來說這當然太好 但對我們來說這非常困難 因為保姆嚴重短缺 這些Pond Service的創辦人 普世托斯告訴CNBC 他最近有一位佛州客戶 希望每年以7.5萬美元 僱請一名保姆 但最終給了11萬美元 因為這是市場價格 負責管理保姆 和洗衣雷工的管家可以賺更多 普世托斯說他認識中 旅灘的一位管家 包括加班費 年薪高達25萬美元 當僱主欠居其他住所時 他就會一起去行 貝露比說 由Deehaw最初聽到僱請保姆 需要支付身水時 都感到震驚 但當他們試圖以較低的 身水僱用經驗較少的僱人來說 幾乎是總會後悔 最終不得不出高價孤懲 有經驗的保姆 無論如何都會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